他要干什么 为什么不宁气 为什么 绿斗老人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满心疑惑了起来 在绿斗的眼中 陆尘不是那种不会炼气的人 但是第一步必须要宁气 为什么把矿石的精华收了起来 这样要怎么锻造 怎么萃火 绿斗感觉自己有些抓狂 尤其是看到陆尘那般样貌 分明还成竹在胸 他更加无所适从 天下大道 殊途同归 然而陆尘却不按常理出牌 这般炼制方法倒是少见 这样一来 绿斗就连想看到炼气都不可能了 除非等到炼气结束 看法宝是何品质 不过那样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 玉斗蒸蒸的瞅着 不大一会儿 陆尘深周忽然飞出无数锤影 那锤影在周身飞旋之后 皆是会回到陆尘体内 跟着一声声灌绝山谷的 嘹亮轰鸣 响彻而起 当 当 人影炼气 绿斗两眼一等 整个如石画般的呆掉 幽谷 寒山 乌云 黑火 炙烈的火蛇在山中 死意的升起 膨胀到一定程度时 又被庞大的法阵禁止 压回到幽谷当中 整座不大的幽谷 仿佛被黑色的火焰吞噬 四周皆是漫天无际的大火 火势并未无限度来扩张着 随着瓢泼大雨的降下 萧雷的隐退 迅速蒙上了一层淡灰的烟雨 绿斗老人 睁睁地瞅着山中的陆尘出神 那般前所未见的震惊之色 似乎已经固化到满是斑驳的老脸上 原影炼制之法 只存在于亘古以前 那是一段传闻 据说某位大神通者 为求天道 举万载玄石 取其精华融入吾海 将自负扩大至诸世界 能千万事大盗于其中 以本命养火汉海发源 短无形之宝 此宝浑然天成 与天地同突 威力无边 曾经的仙教 见闻何止众仙之欲 古籍残篇上记载的某一段修真史 始终存留在绿斗老人的脑海中 不过绿斗老人看过 记过 便过去了 从来不会相信 有人会这种无上的练兵之法 那是一种对天地大盗的感悟 紫腹空间必须激大 足以让矿之精华在里面去搏除随 并且元鹰要极其强悍 须知 元鹰炼气 炼的不仅仅是气 还有元鹰 绿斗老人说不清自己的感受 他只知道 元鹰炼气之法 四个字 其余的 跟那些刚刚摄入到炼气一行中的新人 没什么两样 因为他从来就没相信过 但今日见到陆尘 虽然看不到元鹰中如何炼气 可之前的征兆 于古籍上记载的 有七八分相似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古法真的存在 绿斗的双眼瞪得不是一般的大 注目间身形隐隐靠前 大有冲下去一关的冲动 还好云脑及时拉住了绿斗老人 提醒道 主人不可 绿斗老人回头 看了看自己的仆寿 忍着没继续冲下去的冲动 身为曾经的仙将 他自然知道 再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之下 私自窥视对方的炼气 是怎样一种大不敬的行为 若是放在往常也便罢了 别说偷看 就算上前询问 陆尘都说不出什么来 但现在不一样 自己的病还要靠陆尘 并且相交了不足一月 陆尘给他的震撼 堪比他近千年来经历的一切 他不敢 生怕陆尘发现了 不再答应给自己治病 另外自己也奈何不了人家 自从三聚之枕那次事件 连绿斗都不敢肯定 自己是否有强留陆尘下来的手段 回忆着这些日子的经历 绿斗马上给陆尘下了个初步的定论 此子之神秘 不亚于上古魔神战场 无数古仙古神 遗落下来的秘境 更堪比那优傲 精妙的三千大道 不可怠慢 陆尘不知道绿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想了这么多 既然绿斗发现了自己练气 也就由着他去 反正以绿斗的修为和涵养 不会打扰到自己 至于原因练气 事实上 陆尘也是从奇境老人 给自己的残月雷枪练气手卷上 一步步体会出来的 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一切都是随缘 彻悟大道 对修饰以后的修炼 有着不能忽视的好处 陆尘沉心彻悟 夜取消雷 将矿石精华僵液与原因合于一处 在雷元力的永贯之下 一点点的收到子府原因中 浩瀚的法力在子府空间掀起了惊涛海浪 稠密的雷元力 俨然化成了一股股团团的泉流 风暴急速的冲刷着陆尘的子府空间壁 体会着那蔓延无限的膨胀感 陆尘不敢大意 宁神守核盘坐在地 神石归海 目定子府 残月雷枪 枪出越残 天地雷霆可威力惊人 又属五行本源土之一系 般有无限生机 不死不灭 雷王所修的雷霆诀 之所以称为不灭 应当也是这个道理 口气大了些 便是九霄天雷 又怎能不死不灭 不过借生机之力 与摧毁之力 两大本源同系同生的雷元力 倒可造一件法宝 此宝可称幻 无形无智 却强如一般的法宝 既然感悟从萧雷中来 便迎合大道 造一柄雷电状的枪吧 枪 心念一动 陆尘模仿萧雷降下一瞬间的浑然 一杆雷电状的灵枪 枪体浑然天成 与雷霆一致 没有半点多余的棱角 尖锐 锋利 霸道 无匹 便是此枪的四大特点 食指连动 百炼千锤之法 念控本命法宝 好空锤 杀入子府原鹰 当当当 清脆不绝的响声 在子府十海 甚至幽谷中传荡而起 第一步 断打凝形 是气身化形 凝固在一种形态 这一次断打 陆尘整整敲了52锤 第四层百炼千锤中部的阶段 百炼千锤 越是修炼到后面 越是难炼 想陆尘许久没有炼气 实力进步如斯 马上就要堪比杜杰中企 但在原先的四十六锤的基础上 只提高了六下 再无寸进 这一番敲打 便是无数次 以52为基数 始终不能突破至下一锤 久而久之 陆尘也觉得累了 似乎实力不提升 不可能再进步一分 而这时 残月枪已然成形 罢了 既然撤误了一次 就别贪多妄想了 百炼千锤 还需多磨炼 想到这里 陆尘将好空锤一收 子府中央 冷寒法体跳出 挥动着幽冷的寒流 滚滚而来 摧火 陆尘在心里嘀吓一声 寒流瞬间涌至 浇灌在被黑煞心火焚烧到通红的残月雷枪上 枪虽无知 但形态一声 此枪便若有若无意须一时 此一声响 第二步脆火眨眼将完成 子府空间中火气顿消 取而代之的则是耀眼 子华 分外喧烂 好枪 陆尘忍不住自赞一声 心血如同大战三日三夜 酣畅淋漓 最后一步便是封魔 也是最重要一步 此枪是否能够成为集体灵气 便看这一招了 陆尘咬了咬牙 心血放平 灵洞中 一缕雷原力肆意游出 冷寒一退 雷王重新上起 不灭雷霆爵 从头到尾运转周天 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一道道电蛇 随着雷王法力的运转 慢慢的粗壮 这一次一不灭雷霆 封魔与雷枪之中 正巧与萧雷融合 也不知道雷枪会达到何等地步 陆尘笑吟吟地望着自己的杰作 残阅雷枪自得欢喜 这枪已经是上品灵气法宝了 再封入雷霆 很容易便成为极品灵气 封魔 雷鸣般的大鹤在胸腔中炸响 万千粗如虐龙的电蛇 咆哮着灌入那柄雷枪当中 解释 一缕豪光揪心的一收 玄机 雷枪迸放出夺目的紫色光滑 雷原力还在涌入 其中更有不灭雷霆爵中 无上的奥法永至其中 这个时候 雷枪一旦炼制成功 便有了雷王至少五层的法力 以及对先觉的半数感悟 威力极强 看着残阅雷枪法宝光滑陡胜 陆尘欢喜的没话说 神念坚守 让雷王不断的将不灭雷霆爵中的大刀灌住在其中 还差一点 马上就能突破到集体灵气了 陆尘暮色坚定 盯着雷枪不放 正当这事 忽然 雷枪嗡嗡的颤抖了起来 陆尘见状 神色不由一变 吸收不下去了吗 陆尘皱了皱眉 手上尽力不减 再过树西 雷枪嗖的一声 不受控制的飞窜了出去 在子府空间中乱飞乱撞 哎呀 郁闷啊 陆尘示然的叹了口气 大手一挥 封魔之法硬生生打断 残月雷枪发出一声尖锐的名笑 方才稳定了下来 停留在了子府当中 陆尘没有站起 而是用神石凝视着这杆雷枪 说好听点 残月雷枪介于上品与极品灵气之间 实际上 它还是一件上品灵气 而失败的原因 正是因为灵财的质地不佳 不然 以它对削雷的彻悟 并能将雷枪炼制到极品灵气的地步 这是陆尘方才想起 奇境老人离开时所说的 雷王的法宝并不好炼制 适合的材料也很难找的原因 陆尘苦笑着摇了摇头 好端端的一件极品灵气就降至了一阶 它也有些不甘 但是不甘又能怎么样 谁让雷王的东西这么变态 这也罢了 再看看另一端的冷寒 至今 连其境老人都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去炼弃他的本命法器 估计比雷王还要变态吧 炼弃结束 陆尘心里没有太多的感慨 毕竟身为神霄殿的传人 煞道唯一的传承 炼弃始终是不能忘却的事实 以往自己炼弃的时候都在逐步的学习 日后这种情况恐怕不会经常出现 没点定性怎么行 想到这里 陆尘把那份失落抛到了脑后 不再去想 正琢磨着把残怨雷枪拿出来一关 不过神识 山上某处两对四只眼睛还没有离开 陆尘便放弃了 电气的时候没什么 但是现在拿出来 恐怕马上会让人看到自己有两件本命法宝 尤其是在绿豆那双不柔沙子的眼睛里更加无所遁形 还不走 再看下去 道爷的底线全让你看光了 陆尘撇了撇嘴 故意的伸了个懒腰 身子一转 面向绿豆和云脑藏身的方向 那双胸眼有意无意的朝着山顶撇了一撇 云脑吓了一跳 收敛气息的同时 神识传音绿豆老人道 主人 恩人不会发现我们了吧 怎么可能 绿豆心下也是意图 陆尘的目光正巧是自己二人的方向 不过他才不信 一个合体气的小子能够发现自己的存在 应该是无意的 我们赶紧走吧 要是玉湖经过发现我们就麻烦了 绿豆现在也怕 就怕这个软硬不吃的小子一个不高兴 把自己扔在这里 到时候自己只有等死了 越是这么想 绿豆越觉得气苦 暗道 想我绿豆叱咋中仙玉 如今却怕一个后生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无奈间 绿豆刚要离开 忽然 传讯玉牌颤了两声 下意识的拿出来一看之际 一丝气息泄露了出去 同一时间 三道惊疑的声音 在幽谷山顶接连响起 云脑脸红到脖子根去了 无语的看了看绿豆 又看了看同样在幽谷中 惊愕的陆尘 完了 被人发现 绿豆也呆掉了 心中暗骂 娘的 哪个笨蛋这时候传音啊 正想到这儿 幽谷中陆尘欲身飞来 到了镜前一看 故作惊讶道 诶 云脑 前辈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这 我 其实 支支吾吾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绿豆 云脑 无辜的看着陆尘 心里头 使劲的盘算着说辞 一时间 气氛有些冷场 还好瓢泊大雨下着 周围哗哗的大雨声 掩盖了两人 砰砰直跳的心声 啊 前辈 啊 前辈 陆尘伸出手来 在绿豆老人面前晃了晃 故作不知的叫了两声 心中暗笑 让你老小子偷看到也恋气 看你怎么解释 陆尘没想过 跟绿豆闹出矛盾 当然 让这老小子 难堪一次 还是有必要的 否则 难保下次 这个喜欢偷窥的老头子 还会跟着自己 跑这儿跑那儿 就算不危险 他烦都烦死了 哎 哎 前辈 你 你怎么了 啊 我 我这个 绿豆一激动 神使有些慌乱的触碰到 传旋御牌 里面苗瑞的消息传了过来 三年的行迹发现 上古魔神战场出口 神魔星方式 看到这则消息 绿豆激动的热泪盈眶 正愁没借口解释呢 哎 这不就来了 绿豆俨然把刚刚苗瑞传音来 让自己暴露的糗事 忘得一干二净 干渴了两声 老脸恢复本色道 小友啊 苗瑞传来消息 找到了三念和尚 老夫与云脑寻不见 便在附近搜索 这不 刚到这里就看到你了 老夫与云猎 OR zust 郑 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